北京石井山消防救援支队 搭大处消防救援站 位于北京西武环外 2013年 在蒲九市去一处商场大火时 从这里奔赴火场的消防干部 刘洪坤 刘洪奎 身先士族 攻坚灭火 壮烈牺牲 被人们誉为令火双雄 2015年 北京市公安局正式命名 八大处消防中队 为烈火双雄消防中队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九年了 当时是2013年 10月11日晚上 凌晨三点 我们的辖区 喜龙多的麦当劳 因为充电发生火灾 我作为八大处消防中队中队长 也是前方指挥 带着刘洪奎和我们中队的战士 一起去喜龙多进行灭火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 那个火势已经蔓延了 成立体燃烧了 当时是刘洪奎参谋长 是带着刘洪奎 背着空呼 去三楼去侦查火庭 那是一个晚上 对 当时我们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 当战友的遗体 然后从火场里边 用担架抬出来 所有的战友们 跪在身边哭的时候 那个时候天已经亮了 那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四个队 那场战斗打了这么长的时间 对 这么久 十四个要时 对 那即使你们的体力也是到达了一个极限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带着哭喊一声令下 大家又一次冲进火海 去灭掉一切的火源 当时体力 或者是再加上亲密的战友 牺牲 大家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中 当时发现这个两个牺牲的战友 我们是非常的悲痛 灭火战斗 昨晚都会有牺牲 我们一定要继承队长的一致 干好我们的本质 大家现在灭火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 我们不能这样 有骨气的人 听忠祖队长的日后指挥 清扫战斗 钟队长 那 下命令 钟队长 为了能力的 走啊 走啊 此时此刻 坐在你们身边 心里还是会很酸楚 为了队长冲 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灭掉最后一点隐患 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咱们中队来说意义重大 当时您在中队吗 当时我在天津正在训兵 翁坤呢 可以说是我来到消防部队 第一阴队长 所以当时我还是副队长 包括洪奎 把电话说队长我要结婚了 然后那个 我说我不在啊 我在天津训兵了 说我把喜塘放进办公桌了 所以这一幕我每次回想起来都感到非常的悲痛 直到现在也是忘怀的 但是我们是化悲痛为力量 是的 对 那接下来对你们中队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或者说你们传承了烈士留下了怎样的精神 两位烈士的这种无实奉献敢于吸引这种精神 一直激烈着我们 每次我们有新的学员 新的干部入队之后 可能要到巴达中队 队事馆 要进行烈士的精神的一个教育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支队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呢 也是一直秉承着历史的这种一致 灭火当中救援那种 不怕牺牲敢于奉献自己的一切 哪怕自己的生命 天池应该是这里面最年轻的 消防救援人员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应该还不在消防救援队伍当中 那个时候还在上大学 还在上大学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计算机的 学计算机的 那为什么毕业之后做一名消防救援人员 我是在大学里看到他们这个消息 当时就是网上 电视上特别多的这个 关于他们两位英雄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在大学里就想 那我是不是可以毕业以后 去从事一些这个相关的职业 比较幸运的就是我大学毕业以后 北京总队也在招人 然后我也报名了 就成功地加入到了咱们这个小黄部队 其实更幸运的是 我在分配的时候 就告诉我去了十女山 然后那个时候心里就想 我能够来到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去干成他们生前从事的职业 对当时的我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振奋的一件事 是 真的是特殊的缘分 对 就是你第一次面对大火的时候 还能够想得起来吗 当时是一个餐馆 报警人说里边可能会有人 然后他们用的是那个煤气罐 当时可能会存在有一个爆炸的可能性 然后我带人进去之后 就真的是在四面八方考着自己 当时心里还是 其实说的话 其实挺害怕的 但是没有办法 我走上了他们走的路 我就要坚持到底 不能说害怕 我就往回退 我一定要往里边冲 而且我后边还有很多兄弟 真正的英雄不是说不害怕 不是说不流泪 而是明知前有艰险 依然奋不顾身 这是我们心里的英雄 扛起了 护卫大家生命的这种使命 大家伙儿 年轻人有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叫做 男朋友 男朋友 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 什么事情可以打电话 向消防求助 您跟我们说说您的业务范围 朱老师 对表应急救援主力军和国家队的智能定位 我们现在是着眼全灾种大应急任务需要 从救援理念 职能 能力 还有装备方式 机制等方面 推动我们的队伍的转型升级 不仅在日常的灭火救援当中 还有我们的地震 山越 水域等方面的救援任务 事无巨细 小到咱们宠物被困 家里房门打不开 大到一些重大的火灾救援 我们都会到场 包括这一次MU5735飞机失事以后 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 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而且当时车辆不能够 直接抵达现场 还有十多公里的山路要走 因为前两天的话 我们看到 精神开火 勿挑选 小再次 AF 你 我 大家会进行一个什么样的训练 主要是围绕我们总队 强四连体五速的工作要求 对我们辖区内的重点单位 一边单位进行一些熟悉调研 和我们的体能技能训练 以这三个方面为主 很骄傲我们获得了很多荣誉是吧 这几年也一直在最前眼拼搏着 我们会觉得因为有你们的存在 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有安全感 会更加的安心 可能你们的家人看到的是担心 对 坦白讲我们也是都是人对吧 我们的家人看到这种视频也好 图片也好 其实只是会更担心我们 但是没有办法 既然选择这份职业 我们只能一路既往 不如使命地去做 在这个和平年代 总要有人去做一些不可能的事 或者是比较危险的事 我很庆幸我们是其中一分子 这就是老百姓老说的那句 哪有岁月静好 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因为消防救援任务事无巨细 我特别想今天三位正好在场 也给大家的安全提个选 在清零时节给大家一些安全的提示吧 由于移情的原因 大家尽量在网上寄扫 或者是线下是文明寄扫 严禁在牧区焚箱烧纸 少一些火灾多一些安全 历年清明节期间 由于这种线下的寄扫 比如说纸钱或者是焚箱的话 每年都有引起火灾的情况是吗 就是清明节实际上 对于我们消防救援系统来说 是一个要备战的日子 对 尤其是高峰日 在每个路口进行这个签字背勤 每天晚上驱逐 每天晚上驱逐 对 有一些老百姓要烧纸 记扫在这个路口的位置 所以我们消防车 在主要路段进行驱逐的执勤 做好一些安全保护的落魄 所以大家思念先人的 或者说思念侍者的心情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一定要文明记扫 前两天我正好看到一个短视频 就是说咱们消防救援队员的 半夜三点多钟 他以为拉响了警报 夜里一个人 就那种飞速地 跑到那个消防车前 都跟着穿的好胖 坐在那个车里面 然后网友们大呼心疼 可能是梦里响起了这个警报的铃声 但是他几十秒之内就完成了 坐在那个一看没有人 但是所有的过程被监控拍下来了 我们还看到过那样的短视频 就是本来还正在打篮球 可能是中午午休的时间 突然警报一响扔了球就是跑 对 洗澡 洗澡洗到一半的 你们已经对这个警报声 已经有非常强烈的条件反映的时候 这跟神经一直这么绷着吗 这么多年 对咱们地铁那个关门的声 以后的警报声 就跟咱们那点类似 地铁关门的那个提示 对 对 提示 一响 对 有时候咱们坐地铁 一响铁一关门的感觉 特别特别 机灵一下 机灵一下 对对对 习惯了 所以就时刻准备了 就时刻准备了 对吧 我们二十小时备勤 对吧 这是我们消防救援队伍的 咱们的使命所在 不敢让自己有丝毫懈怠 也是因为心里庄荣 当年牺牲的两位烈士 对 一直激励了我们 到了清明世界 我们缅怀烈士 战士们有自己的方式 来想念我们曾经的战友 我听说你们写了一首歌 来怀念战友是吗 是的 这个是我们结合我们的工作性质吧 也是献给我们 四应三消防救援支队 两位英雄的一首歌曲 歌词也非常朴素 都是我们自己战友之间 你言我欲传 对 发自内心的一个感受 叫什么名字 叫火光中的背影 忘不了那一天 见你最后一面 火光中你背影 渐渐走远 曾经怀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里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希望你们把想对两位战友说的话写下来 我们相信他们能够听到 好吗 来 三位当中有曾经一起战斗的战友 也有呢 是因为听到了这样的事迹 选择了加入消防队伍 我想对两位我们的战友说 我们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请你们放心 消防券队伍今年是改制转立的 第四个年头 刚才老师也说 我们从橄榄绿换成了火焰蓝 服装顺眼换了 但我们这颗为党 为国家 为人民的心赤诚之心 奉献之心从来没有变过 所以我前这句话 这不忘初心 你们会带着战友们的初心 一起走下去 对 让他们安心放心 这是战友的心 我写的是缅怀和发扬 意思是缅怀两位战友 在清兵世界 另外一个 因为曾经我也是和他们 是在一起战斗过 发扬他们两位战友的 对党终成服务人民的精神 做一名新时代的合格的消防 救援人员 我写的是奋勇当先锋 如今我传承 与其说是我想对两位烈士说 不如更像是我对两位烈士 一种承诺 对 就像他们两位一样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 我也会像他们一样 赴唐蹈火 舍身忘死 谢谢 谢谢你们 不忘烈士抛中骨 民族复兴中华会 再次向我们的守护者们致敬 谢谢你们 感恩 我走进这光荣的小房 责任使命就扛在我的肩上 长风万里在浮江场 痴难忠心像太阳 有追求也有信仰 守出心机辉煌 哪怕是放心生命 也要大胜荣光 用我的勇敢 我的顽强 守护这胜过多奔发 用我的忠诚和担当 守护这巨轮 成风波浪 用我的勇敢 我的顽强 守护这众话 我不想 用我的忠诚和担当 守护这百姓的安康 我走进这光荣的小房 人民之上就刻在我的心房 浓烟烈烟的河索局 一枪豪情万丈长 有胆破有香 朱铁军之粮 哪怕是赴汤 倒熬火 也要平安一方 用我的勇敢 我的顽强 守护这胜过多奔发 用我的忠诚和担当 守护这百姓坎 者有实研究 用我的勇敢 我的幻想 守护着胜过多奔乏 用我的忠诚和担当 守护着几轮 乘风过浪 用我的勇敢 我的幻想 守护着中华 我不想 用我的忠诚和担当 守护着百姓的安康 我是人民守夜人 我为人民战好港 战好港 我为人民顾 监黃